香港中文大學有形身形的同學組別,被指惡搞去年大埔龍尾村命案的死者名稱,投訴人戚有關行徑冷血涼薄,棄藥案件死者,要求中大正視及嚴懲涉視學生,大學形身形亂象,層出不窮,問題精結在於校方規管是否具有阻嚇力。 然而我們看到,近年大學形身形充斥各種醜聞,去年香港大學也有護理系厄爆出學生而吸食大麻,舉辦大學形身形目的,在於為新生提供一個豐盛且有效的平台,認識學院、書院及大學生活,從而適應大學生活。 但事實上,香港的大學形身形文化已經發展失控。 雖則校方一直強調,以建立完善而有效的監管機制及支援系統,有助管理學生所籌組之形身活動。 現而一單又一單的亂象醜聞,反映相關監管機制似乎未進完善。 大學校方實在需要嚴正跟進有關形身形亂象,加強宣傳教育。對於行為有缺失的學生,視乎情節嚴重程度,是否在必要時,需要與以相應情處。 始終大學教育使用大量的寶貴公帑,這立得修身的第一課,不可或缺,更不應年復一年,出現令人詐欠的大學形身醜聞。 如果大家對這個議題有任何意見,可以留言告訴我們。再見!